大家晚上好 晚安 今天一切都順利嗎 因為這YouTube它的功能 就是一次只能投一票而已 所以呢我們現在也是 有些人說為什麼不能複選 我這沒辦法 這平台不是我做的 就是只能選一票而已 再講一次就是只能選一票 好不好 那這一次 我們的題目是 我來看 我們的題目是 有網友想知道說 會看這種房地產相關影片人 他目前的狀態是什麼 目前的狀態 看房地產相關 他也不是說只看善哥的小星星 講的這個頻道 他有可能是看這個名嘴的 那也有可能看三五線上賞屋 或者是一些 一些財經的頻道 或者是一些節目 他專門講一些理財財經的 他也會講房地產相關 反正房子畢竟是人生中最大筆的一筆開銷 所以在財富的分配上面 房地產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就是你看你怎麼分配 就會影響你的資產的增值性之類的 那 就有網友想知道說 到底都是誰在看這些影片啊 之前我們有做過一些問卷 比如說大家對於房地產看不看好 這類似這種題目 那有人就會質疑啊 就說看你的頻道的人 也都是對房子有興趣的人啊 或者是他有買房子的人呢 他當然會支持房地產啊 我跟他講 你講的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頻道有一半以上的觀眾 是來看車子的 看車子的人 他的消費觀跟看房子消費觀 有一部分是重疊 但是有一些不是 所以我們的頻道跟其他人的頻道 會有一些不一樣 是我們多了這個看房子的 看車子的人 所以如果說你說 我們頻道跟三五線上賞屋 跟名嘴的頻道 跟那些講房地產的 有什麼不一樣 我就跟大家講 我們的觀眾會比較接近 實際上消費族群 因為買車的人 他的範圍比較廣比較大 從年輕的到老的 從務實的到奢華 虛榮的都有 就是狀況好的跟狀況不好的也都有 所以我們的肉斗會比較大 到下面來看房地產的人 他的肉斗會比較小 比較小就會變成一個小的 可以指向母體的樣本 如果你說像名嘴 去看名嘴的節目的人 只有兩個我個人的分析只有兩個 第一個是看笑話 像我就把他當笑話來看 有時候無聊 像今天無聊 開車的時候 聽一下他要講一些有趣的事情 這個拿那個異常 或者是拿離群職來當母體的 這統計學上面 可能他沒有學過統計 不知道 拿離群職來當母體的人 大概全世界也只有這種笑話 的節目會一直播 我們現在 當然離群職也可以 就是拿來當參考 就像Toyota或者是之前那些車子 有一些遇到一些問題 有一些車主他遇到一些問題 可以拿來參考 他確實有可能只是異常 這幾萬台就只出現那一台 但是這是真實的分享 我們是講他真實分享 但是我沒有講說每一台車會這樣 我們是提醒大家 好好的去看一下 你的車子有沒有這個問題 不要讓車廠隨便來糊弄你 但是 名嘴不是啊 名嘴是有一個人買到 怎麼樣子的問題 比如說買到 呃這個賠錢啊 就是他是投資客啊他賠錢 他就說啊全市場都賠錢 等著看吧 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想說怎麼會有人這種 看笑話的這種心態呢 你又不是神 你怎麼能預期 預或預測 房地產的走勢 或房地產的經濟的狀況 這個沒有人可以預測的準 如果可以預測的準 那大家都是有錢人呢 是不是 所以他講話太武斷 這個是一個 那我們有一點離題的 我是說 如果大家把這個 呃看名嘴的這個 這個觀眾群啊 把它調查一下 第一個 他的觀眾群太集中在負面了 就是大家只是要來看 這個 房地產 崩盤的那些人 因為他們是他的精神領袖嘛 這個名嘴是這群人的精神領袖嘛 他只是他們這一群人只是想來看 名嘴 講這個 呃房地產怎麼崩盤 他們只想看這個 但問題是你這樣子的 你的觀眾族群就會太集中 這個 這不是說不好啊 只是說你在你那個教裡面 邪教裡面 然後當王 這有什麼意思的 我們要 普羅大眾都能夠來參與 這個才叫做正常的母體嘛 是不是啊 像看TED355線上賞屋呢 他們那是一個專業的媒體 所以他講的會比較專業一點 那也是對房地產很有興趣的人 才會去點 才會去看 我像我以前沒有要買房子 我根本不知道有這個頻道好不好 但是我們的頻道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有講到 呃很多關於房地產以外的主題 比如說車子 車子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議題 然後就是不管不是只有台灣人 連海外的馬來西亞 或者是新加坡的 人也會在下面留言 他們留言說他們那邊的車子怎麼樣 他們那邊的呃這個配備怎麼樣 他們那邊的車架怎麼樣 就不同的族群的人都會參與 那他的這個漏斗就比較大啊 這我們在做抽樣的時候 我們要盡量把這個樣本數呢 把它散出去 散越散越散就代表這樣子的抽樣 越接近五體啊 這有學過統計學就知道啊 不能夠用偏啊 這個叫倖存者偏差 你不能在這一群爛的裡面呢 然後問說 我們國家有沒有什麼好的 因為他們都覺得爛嘛 覺得爛 你在裡面問 當然每一個都覺得爛啊 那沒意義啊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在母體裡面 越散越好 越閃越好啊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特別的 來做了這樣子的一個問卷 然後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到底我們的觀眾 是不是有這樣子的問題了 那我現在就題目就是 有網友想知道 觀看這種房地產相關影片的人 目前的狀態 要減肥就必須補充優質蛋白質 介紹大家使用這一台 湯姆生全自動智能美型調理機 只需要一匙黃豆加入調理機中 再加入300cc的水 蓋上蓋子就好 接下來只要按上高鮮豆漿的這個按鈕 過程中自動操作完全不用理會 豆漿完成後會自動提醒你 而且不用過濾哦 輕輕鬆鬆做出一杯優質的冰豆漿 健康美味的冰豆漿破手可得 讓我們為自己的健康加油 原價3690塊 現在粉絲特惠價只要1990元 歡迎大家多加利用 那我們一樣是設五個條件 那目前的投票的票數呢 是1920票 也將近2000票了 我們最近的這幾次的投票 其實都算蠻成功 都有2000票以上的投票的結果 那最後這個投票結果呢 我們會把它秀在 我們小星星講房產的一個 粉絲團裡面 小星星講房產 臉書粉絲團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們最近也開了這個 小星星講房產的LINE群組 如果說你對房地產很有興趣 想要了解裡面很多高手 然後目前開了一天來兩天 兩天左右 裡面已經有將近300人了 那大家在裡面 哇各路英雄豪傑 對於各地的這個區域的局勢 非常熟悉 非常了解 可以在LINE的搜尋上面 搜尋小星星講房產 這個就在社群裡面就會跳出來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來分享這幾個 第一個我們的選項是 已經有房子 然後想多了解 這個外面市場的狀況 或者是他想投資第二間房子 二房 然後第二個是沒有自住房 沒有自己的房產 但是未來會考慮入手 未來想要入手 就是未來要考慮入手 所以現在在看這些房地產的影片 是正在做功課 那第三個是 我根本沒有房子 而且我打算一輩子租房 我要來看看這些炒房的人 到底在搞什麼鬼 這第三個 第四個是 我住家裡 我本來就不需要買房 反正這個房子最後 我爸媽他們走了也是我的 我幹嘛一定要買房 所以我只是來關心一下社會的狀態 這社會狀況 然後第五個是 不需要買房 我根本沒有要買房 我是以公園為家 也有可能是廟公 住在廟裡就好 他不需要住在 他覺得他住在廟裡就好 五個選項 最少人選的是 沒有自住房 然後打算一輩子租房 然後要來看看這些炒房的人 到底在搞什麼鬼 這個選項也可以代表什麼 代表這些打房元孟佳 或者是 這些負面社團的族群的人 這個族群的人來看我們頻道 確實只有7%比較少 來看他會氣死啊 我們在講這些內容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在助漲房價 或者是我們也沒有希望說 房子一定要漲 或者是怎麼樣 我不是投資客了 我已經房子賣掉 我現在只剩我自住 我自住到底有沒有賣沒賣 我根本不會賣啊 我怎麼可能賣我自己 那我住了 我就算賣了 我還是得買啊 那還不是一樣 我的漲了 別人也漲 那有我根本沒賺到 所以我不是投資客 所以我們不一定希望 房價一直漲上去 先跟大家講這一點 但是那群負面社團的人呢 只要有人講到跟房子有關 介紹到跟房子有關 只要沒有在那邊幹 房地產的人呢 他們是不會看的 而且他們如果來看我們 只會在下面幹給我 那所以他乾脆就不看 直接就封鎖 不過所以很明顯可以看到 這7%的人 7%的人是這樣子 還好 不然我應該每天都是在上面留言 留言的人直接回 直接我就幹回去了 我沒再客氣了好不好 然後第二個9%的人 住家裡不需要買房 反正現在 反正未來也是我的 關心一下社會狀況而已 那這一種這一類的人呢 就是我覺得他可能 這一類就現在住家裡 然後沒有可能他還沒結婚吧 然後可能也是 也有可能是學生 因為我們頻道裡面有一些 買車子看車子的人來的 很多很年輕 有一些他才高中生 我上次還看到下十 國中生就在看我們的頻道 然後會跟我對答如流 他對那些車子如數家珍 國外有什麼配件有什麼 我說你怎麼那麼厲害 他說他很喜歡車子 那像這種車子 這種 就是年紀比較年輕的 這些年輕人呢 他確實是住在家裡 那他確實也不需要擔心 這個房子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這有可能是這一群人的 9%的人選這個選項 他說關心一下社會的狀況 那第三個 是最好笑的 第三個就是 自我放棄的人 自我放棄 他說他以公園為家 他沒有要買房子 那有可能是廟公 住在廟裡面就好 這個居然有10% 10% 10%的人選 10%的意思就是 我們現在投票的人數到1927人 他是變動 數字一直在增加 1927也就是快200個人 他是以公園為家 然後要當廟公 這就是我每次 你們大家看我的設計的問卷調查 都會有一個廢選項 就是給那些酸民來選的 通常酸民也都選這一個選項 就選最後一個 就無厘頭的選項 他說這個無厘頭選項 就是當廟公住在廟裡就好 哪有那麼多廟公讓你住啊 讓你做啊 你以為廟公很 很糟糕嗎 廟公 可能比你薪水高很多 收入高很多 但是你要有廟公的架勢好嗎 嘿嘿 然後再來 倒數第二個跟倒數第一個 就是都是對房地產有興趣的 一個是46% 一個是28% 這兩個加起來大概是74% 74%就是將近有 有75 就3分之3的這個比例呢 是對房子有興趣的人來看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28%的人 28%人選沒有房子 但是未來會想買房 現在正在做功課 這個也是比較正常的 我本來預期 應該是這種人會比較多 就是我現在沒有房子 我是想要買一間房子來自己住的 現在租房子也好 或者住家裡 現在我看到很多這種 買房子的人 買第一間房子的人呢 他通常都是住家裡 住家裡 很大比例都是因為結婚了 然後老婆不想跟公婆住一起 都是這樣 我看到很多就是搬出來都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小夫妻 小家庭夫妻 就是選一個兩房的就可以 所以現在為什麼 從化區裡面的兩房的賣的特別好 就是因為有很多剛結婚的這種 新人 他們跟家人住在一起 可能有一些價值觀 或者是生活習慣上面的不同 所以他們就搬出來住 那搬出來住就找一間兩房的就可以 那這種兩房的進可供退可守 比如說他到時候生了一個小孩 生了兩個小孩 真的到了兩個小孩都長大 需要獨立的房間 這還需要很久的時間 可能到了小學五六年級之後 你才會需要自己獨立的房間 然後這個時候你再來考慮 就是換大一點的房子 這間房子把它賣掉也可以 然後或者是租人也可以 因為過渡時期的房子 像兩房的就屬於過渡時期房子 很多人會喜歡租這個 先租這個房子 先租兩房的 那有需求的再租三房 通常三房的也有可能直接就買 買三房 所以兩房的房型的 現在為什麼那麼熱門 就是進可供退可守 那到時候沒賣可以租 然後如果你要換大 可以把它賣掉 當作你的頭期款 這個都是很多人現在的計畫 跟他的規劃都是這樣 然後最多人選的是46% 已經有房子了 他已經有很多房產 因為不一定很多 反正就是已經有自己在住的房子 想多了解市場狀況 如果你沒有想要投資 你怎麼會想了解市場狀況 所以我後來又寫了一個 或者是投資第二間房子 這個有佔了46% 有將近一半的人 他是有房產的 有房產了以後 想要來投資第二間 大致上是這樣 我們之前有辦過幾次的這種賞屋 就是聚聚趴 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一起討論房地產的 或者是一起去看房子 有網友 網友約我們看房 那我就會召集大家一起去 之前疫情還沒那麼嚴重的時候 我們會有這樣子的活動 就是你要去看房子 然後約我 約我們可能不認識 那你可能覺得說 約我去你比較安心 因為你可能沒有買過房子 那大家找一個認識的一起去 比較不會被糊弄 那我去也沒用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 我就會嘿嘿 就直接在網路上徵召 大家一起去看 大家一起去看 然後一起分享 分享完以後大家一起討論 最後來分享 你覺得這個房子在這個區域 你有沒有興趣 這是我們辦這種賞屋趴的一個 常常辦 之前如果有看過我們影片就知道 我們之前蠻常辦的 那只是後來疫情的關係就沒有了 那這是之前的狀況了 那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有機會跟這些想要買房子的人接觸 然後跟他們聊 是真的面對面聊 不是說像名嘴在網路上看到有人私訊他 私訊他也有可能是假的 或者那個訊息 或者是那個 就是那個對話是他自己創造出來 我們都把它拍成影片 所以假不了那個人 搞不好你們大家可以找得到他 在我們群組裡面都有 這些人呢 他們都是真實想買房子的人 但是我看有很多確實是已經有房子了 然後要買來投資的 這種比例確實蠻高的 所以在裡面我們現在做了問卷調查 46%的人確實是 有第二套房子的需求 這是經驗分享的 不是說大家在賣勞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你不用多學學 你只要多聽然後多去體會 這沒有什麼好學的 這沒有什麼好學的 Danny說可以學新歌拿存錢 拿存折去問賣房的怎麼規劃賣房 對啦 我那時候真的是拿存折說 我就真的只有這些錢 那你可以幫我推薦嗎 其實你要尊重對方 因為有些人對於仲介這個角色很不尊重 覺得他就是要賣你房子 可是你要知道他的資訊一定比你多 你不靠他你怎麼得到那些資訊 賣家一定找他 賣家怎麼可能找到你 所以賣家都找他的話 你當然要靠他要對他好一點 甚至他要去幫你要求或爭取 你也要表現你想買的樣子 不然他怎麼會去幫你壓價錢呢 是不是 好不好 對仲介要好一點 像我現在就巴結王老師 拜託他有物件可以讓我們拍 哈哈哈 如果大家對於你們想要了解的一些議題跟主題 歡迎私訊給我 歡迎私訊給我 我們來設計一下問卷 然後下次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大家的想法是什麼 而不是我們自己像我拿著數據 然後資料然後一直唸 不是我們是拿大家的 普遍認同的來看這件事情 到底是什麼 歡迎跟我聯絡 比如說你們有中南部的 想要了解大家對於南部的重劃區 或者是南部的房子值不值這個價錢 或者是南部的天氣 大家最不喜歡不能接受的是南部的什麼 之前是有人說南部太熱了 看大家想要了解什麼 車子也可以 你想要買什麼車 到底是Artist還是Focus 還是馬三的還是Central 我的條件是什麼 我家是哪些路段 我家會怎麼樣 我開車的習慣是什麼 讓大家來給你意見 有經驗的人來給你意見 然後大家一起來投票 我們期待下次有跟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經驗 關於頻道裡面 就是幫這些廠商分享 或推薦的一些產品或商品 包含吸塵器 或者空氣清淨機 或者最近強推的 豆漿 生鮮的生機 的飲食的機器 那智能的蠻厲害的 上禮拜我們有試給大家看 還不錯 我現在每天都自己做豆漿喝了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 或者是參考一下 我們期待下次再見 下次見 拜拜 對抗病毒 除了酒精以外 空氣也很重要 空氣清淨機 我們可以推薦哪一台呢 這台 Poshiba 等離子智能液菌清淨機 Poshiba 等離子液菌 空氣清淨機 擁有非常優美的外型 觸碰式的開關 開機以後 開始偵測PM2.5 以及空氣污染物水準 螢幕上面顯示非常豐富 會顯示PM2.5的濃度 以及氣體污染物品質指示 等操作方式也非常簡單 完全觸碰的操作 有運轉模式 風速 負離子 發射 還有PM2.5偵測 超方便移動到需要的房間 剛剛講的那些功能以外呢 它最大的頻數 可以到84平方米 大概有25平 左邊 右邊 同時吸氣 這種空氣清淨機呢 最怕噪音 我們來聽看看 運轉中 完全沒聲音 原廠現在提供相當優惠的價錢 歡迎多加利用 想喝一杯現磨的咖啡 真的超難的 可以試看看 湯姆森電動 研磨咖啡隨行杯 這一個隨行杯 支援USB充電 而且使用非常簡單 充飽一次電 大概可以研磨10次 而且是5號材的設計 只要把咖啡豆 加到隨行杯 即可輕鬆研磨出 自己最喜歡的咖啡 追磨陶瓷研磨刀的設計 磨豆過程不易升溫 不至於讓咖啡豆 口感變酸 輕鬆研磨出一杯 屬於自己的咖啡 然後只要加上熱水 就可以輕輕鬆鬆 完成一杯可口美味的咖啡喔 可以不同豆種自行選擇 研磨出戲 不鏽鋼保溫杯 為雙層不鏽鋼設計 外出方便又環保 原價要1990 現在粉絲特惠價只要990元喔 歡迎多加利用喔